各位先進到銀像主義的先輩知識這邊 可以先看一下 今天手上雖然各位沒有發講義 但是你可以從這邊PDF就可以看到 今天大概要講的內容 你把這個PDF打開 其實就是我的新制度 就是我這邊的新制度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從這個先輩知識 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裡面會包括這幾個部分 包括第一個 銀像的像素分解析度 各位因為你要做海報對不對 海報的話 解析度要高一點 各位有沒有遇過一個情形 就是 你如果是網路上下載的圖片 有可能印出來 哇 一點 有一些貨物 對不對 因為呢 網頁上的 跟我們在哪裡 在列印上的印刷上的 事實上解析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清楚的要注意一下 第二個 因為我們今天會用到一些所謂的什麼 雲端服務 所以有一個 服務 關鍵字你要會 就是拋棄式信箱 因為呢 你應該不好意思每個都去用真實信箱注射 每個用真實信箱注射 那 收到垃圾信也是應該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要會 再來就是 我們待會呢 會讓大家認識一下 影像處理 有哪些共同格式 各位 目前最熟悉的 就是排名第一名的那個 叫做 JPEG 對不對 因為到處都是JPEG 可是他並不是最好的影像處理格式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會跟後面 大家介紹 PNG SBG 這樣的格式 就會比較清楚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進到這裡面來了 這個下載OK 那 首先第一個要麻煩各位 先問你一件自己測驗一下 我們一般 相機 或你的手機 你在拍照的時候 有沒有 常常 會說你的相機是 解析度 幾百萬像素的 請問那個像素 這個數字怎麼算出來的 你可以點一下 這邊把它點一下 好 這個是 透過長層寬 還是可以列印的大小 還是檔案的大小 還是可以傳送的次數 單選題 單選題 你選好之後呢 在上面這邊 會有一個叫做送出 確定提交 確定 應該是提交還是確定提交 好 按下去的就會有 有沒有看到 有 在這裡 我用各位的 版本進去一下 然後打開它 這裡 進來會有 這樣我了解了 上面有個提交結果 有沒有 按下去 確定 這樣就好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我就知道 各位 現在 使用的情形 好使用的情形 來我來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進來看 我們只都看得出來 好在這邊 我這邊有開放統計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這裡有個進度 有個進度 你也可以按一下 你按一下就會看到大家 閱讀 教材的情形 這樣會不會覺得老師很急車 怎麼知道那麼多事情 你看有些同學已經有 有先看了對不對 好 你看 我會拋棄世紀 怎麼可以看 不要去 沒關係 教材是可以偷看的 那叫玉璽 好嗎 好我們鼓勵各位玉璽 來我們看一下 剛剛 這裡有沒有 這一題 我跟你講 這個 兩個打勾 只帶來有交卷而已 有沒有答對 沒有關係 來 點進去 進來 才是見真章的時候 好嗎 來我把自己收起來 來看一下 果然 各位很聰明 不可能是這一個對不對 對 所以 這裡是錯的 再來 這幾位同學 你也可以回家了 怎麼可能是檔案大小呢 因為不同的像素 大小不一樣對不對 好 再來 你都 不知道現在影印 那個什麼 照相管是不是都已經倒了差不多了 怎麼可能是另一大小呢 你又不拿去印 對不對 所以也不是他 這樣知道答案是什麼吧 就是長這一關 真的就這樣子而已 好就是長這一關 各位 你千萬不要往下捲動喔 因為這樣會看到誰 回答什麼 這樣會對他不尊敬 所以我們還是看上面就好 OK 那你這樣 就可以知道 是長這一關 那我就問各位一下 300萬像素大概多大你知道嗎 怎麼算出來的 是這樣算出來的 你們那個 小算盤有沒有很久沒拿出來 這不用到工程型的喔 這種 小小小學生就會了 我們300萬像素大概是 2048 乘以1536 大概是這個 所以你看 2048 乘以 1536 請問這樣 有沒有300萬像素 這樣了解喔 他不會剛剛好 因為不同的照相機 不同的廠商 不同品牌 會不一樣 他只是取一個概約的 如果是480 490 就號稱500萬 你不要記 蜘蛛計較那個 小數點 就是 他就類似這樣 所以你看就是相承 這樣應該就 比較長知識了吧 好 那 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 剛剛有提到這個 幾個格式的 我這一段我先到這邊 先停止 我等一下後面我再用另外一個 給我 我先來 這邊 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